古代科举考试场景明朝红武年间 有两位状元在取得功名之后不久 便死在了屠刀下 这场命案背后究竟有何隐情 到底是两位状元科长舞弊 死有余辜 还是因为朱元璋为维护社会稳定 而不得已采取的帝王之术呢 命途多传的科举考试朱元璋出身低微 文化程度低 因此他在位期间求贤若渴 希望天下英才都来辅佐自己 已成大事 在朱元璋还未称帝之时 就已着手筹备科举考试 鸿武四年迎来了大明建国以来的 第一场科举考试 由于明朝建国不久 许多年纪较大 有技时之才的读书人 尚在观望或隐退状态 参加考试的都是年轻人 没有资历 只会纸上谈兵 尚不能符合朱元璋的人才选拔要求 因此 尽管最后录取了120名进士 但是朱元璋并未为以重任 就这样 鸿武年间首次科举考试便草草落幕 第二次科举考试已经是14年之后了 朱元璋这14年间 朱元璋一直采用汉朝的旧旨 查举制选用人才 睿智的朱元璋何尝不知道这种制度的弊端 终于在鸿武18年再度举行了科举考试 此后 明朝科举一直按照三年一次的节奏 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节奏被打乱是在鸿武30年 那年的录取环节出了问题 朱元璋大开杀戒 处死了两名状元 科举制度在短暂的平静之后 再度陷入了混乱 这就是在当时震惊全国的南北榜案 而这件事的起因是一个叫刘三吴的主考官 刘三吴何许人也 刘三吴是这一年的主考官 因为在立处的问题上坚持原则 敢和朱元璋距离力争 使得朱元璋对他刮目相看 并请他担任本次科举制度的主考官 但智者千律必有一失 朱元璋考虑了刘三吴的为人 却没考虑到他的籍贯 而这恰恰为日后的风波埋下了隐患 刘三吴画像那年的科举考试 壮远晨是福建敏县人 榜眼尹昌龙是江西太和县人 炭花刘诗厄是浙江山音人 三甲皆是南方人 那主考官刘三吴是哪个人 祖籍湖南查林也是南方人 落榜的考生认为刘三吴偏袒南方学子 导致科举结果不公平 借这个机会大闹共怨 集体上书要求皇帝彻查此事 另一方面也觉得结果太过蹊跷 便派前科状元试读学士张信彻查此事 并在朝中成立以张信为首的十一人的调查组 对会试、电视的试卷进行审定 古代科举考试的举办地贡远张信带领调查组查了两天两夜 第三天告诉朱元璋 此次科举考试没有问题 北方学子不仅学术不经 文末不通还在试卷中出现了大逆不道的言论 其实明代的科举制度已经相当成熟了 现今考试中采用的密封线便是从那时开始的胡明智 考官并不知道学生姓名、籍贯 天坦南方考生一说更是无稽之谈 不过是落榜的北方考生心有不甘 故意找事罢了 因此刘三吴着实冤枉 张信一时激起千层浪 调查结果公布后考生们更加愤怒了 他们认为不仅主考官在偏袒南方学子 就连这次调查组的组长也在偏袒他们 这又是从何说起呢 正是因为张信的祖籍是浙江 也是南方人 这下的确不好收场 为了平息考生们的怒气 朱元璋指的下令将新科状元陈车列 将张信连同本次副主考一并斩杀 陈此时离放榜才过了21天 也就是说寒窗苦读数十载的陈 只当了21天的状元 就被皇帝以极其残忍的方式 结束了自己原本即是安民的一生 科举考试的号房而刘三吴 此时已经是85岁高龄 朱元璋感念他的年龄之高 便将他发配边疆 对于85岁的老人来讲 发配无异于死刑 拨开迷雾密的真相 事实上这场南北榜案实则反映了朱元璋的政治诉求和社会的现实情况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从唐代安史之乱开始 经济中心开始南移 到了南宋 经济中心完全转移至南方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南方文化发展自然远超北方 南方学子也完全崛起 在经过数百年的发展 才有了洪武三十年的科举前三甲 都是南方人的局面 明清科举制度是意图 但从另一方面 这也是朱元璋的政治诉求 极为蒙古人统治中原数百年 不少北方学子以元朝人自居 这是朱元璋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他杀了新科状元 重新录取 并不只是维护社会稳定 更多的是为了笼络北方学子的心 这就是陈 张信 刘三吴等人 并不能理解的帝王之术 朱元璋举办科举制度的原因 不只是招揽人才这么简单 而是为了解决元朝移民 和明朝的对抗 及稳固政权 事关江山设计 朱元璋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 朱元璋曾说 北方人士服属于原教九 绿移民由有雇原之私 颇誉以甲科举名以笼络之 大意为 北方人是元朝统治比较久的 考虑到元朝遗留下来的人 还有对元朝的思念 才借着这个科举的名义 来笼络他们 说白了 朱元璋是在用两位状元的鲜血 来安抚北方五省的书生的心 朱元璋虽然牺牲了两位人才 却换回了人心 不得不说 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朱元璋南北榜案历史影响 由于这场科举考试的影响面很广 为了快速平息这场风波 朱元璋决定让北方考生再考一次 并亲自阅卷主持电视 最后录取61名学子 与之前录取的53名南方学子相比 这次录取的学子全是北方考生 因此鸿武30年的科举考试被人讥讽为南北糊涂榜案 鸿武30年的重新考试与重新录取 是南北方分区考试的起源 在本质上看 是对科举制度的创新与推动 然而朱元璋与鸿武30年驾崩 此后的建文帝和名城组 因为客观原因无暇顾及此事 建文第十期录取的106名近视中 有89名是南方人 朱棣时期情况有所好转 但南方人的录取比例依然高达83% 直到名仁宗时期 杨士奇提出南北地区分卷考试 并得到了仁宗的赞同 然而事事无常 仁宗在位不到10个月便因病去世 陈该想法的实施是在明宣宗时期 而明宣宗对此进一步创新 为鼓励经济落后的西南边陲 代宗在南卷、北卷之外另设中卷 进一步增加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 划分范围大致如下 南卷、英天吉苏、松诸府 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 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 中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卢州 除州、徐州、河州 这也是目前高考分区的雏形 影视剧中的电视场景 在这场南北榜案中 最大的赢家似乎不是重新获得考试 并被录取的北方学子 也不是先前录取的南方学子 而是朱元璋 他只损失了两个人 就笼络了北方学子的人心 最大的输家便是两位壮远和刘三吾 他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祖籍 也无法置身事外 稀里糊涂地做了学子泄愤 朱元璋笼络络人心的牺牲品 细细想来 最大受益者其实是我们 高考之所以在众多制度中脱颖而出 作为选拔人才的制度延续至今 正是无数位像朱元璋这样具有魄力的当权者 赋予了他新的生命力来适应时代的要求 前人栽树 后人成良 历届帝王的雄才大略 使得读书成为一个实际与理想的结合点 使每一位现代人的奋斗与进步 有路可走 有迹可循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